妳有覺得照顧寶寶很辛苦嗎 有啊 那現在的妳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我好累 那怎麼辦 怎麼辦妳想想 所以妳自己先幫妳脖椅線好 我要去睡覺了 不行 欸 昨天跑掉 老師上課了 安安呢 已經快要一歲啦 所以代表妳當哥哥呢 也要買一種牛肉 今天呢 今天要來挑戰 照顧安安一天 耶 加油喔 加油喔 弟弟在吃筆了 好 卡 我都吃了 搞什麼 把筆搶走 然後筆直接往後丟 弟弟 哥哥真的可以幫妳照顧好嗎 媽媽我有點擔心 弟弟默默的自己玩自己的推車 安安呢 沒事就會推著這台車到處走 他說妳丟什麼東西進來 怎麼辦 恩安安妳的推車被哥哥拿來當垃圾桶 沒有 不可以放嘴巴 那我們就開始恩恩照顧弟弟的一天囉 要掉了 第一件事情陪玩 妳會怎麼陪弟弟玩 陪安安玩玩 因為他常常會來搶我的玩具 所以我會陪他玩 媽媽在旁邊看有點擔心 嗯 看喔 雞木拿起來放在地上 之後呢 再拿一個再放在地上 弟弟 他追在這雞很有興趣 輕輕的 摸摸 跑掉 弟弟會怕 弟弟被他揍了 他會怕辣聲音 他會怕辣聲音 他想跟你玩 哥哥會害羞 我來教你走路喔 妳要教他走路 這麼快 因為他你就會怕辣的啊 妳要怎麼教他走路 這樣站著 然後慢慢的往前走 對 來 手先放開之後呢 腳腳一步一步 慢慢的向前走 很棒 我時候已經是稍微有點放輕鬆了 真的 把他靠置得一樣走路 哇 這個真的蠻體貼的耶 好 先讓我們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我們再去練琴 嗯 弟弟過來 我們先對著那個 會到房間 咧 哥哥真的很努力在教弟弟 我來試試看 飛進來了耶 你推到這裡只顧了 那時候進去把球 拿過來裝起來 對啊 你試試看啊 試試看直接跑掉 他說 哥哥我想去睡覺 為什麼都丟進去裡 你 球球給你 放進去 放進去 他很開心耶 他很開心耶 我就是拿咖啡飯 沒關係啊 你就跟他玩球球遊戲 對 倒下去 你覺得弟弟現在看起來想做什麼 想玩遊戲 對啊 那你就陪他玩啊 來 安安 我抱你 先坐著 然後呢 躺下來再慢慢地玩 弟弟你是開心的嗎 嘿 來 安安 我抱你去 你覺得弟弟是你的 一寵物 二玩具 三弟弟 一 一寵物 因為他還不會說話 可是他最近漸漸地會表達 叫哥哥了 雖然哥哥還沒有教到很好 但看得出來 哥哥在他心中是有地位的了 你看他在整體抱他耶 安安 你要一 喝奶還是二睡覺 沒 沒 他要五 他說一 一 沒的意思就是一 一 一嗎 所以一是喝奶 對 好 安安 我們去喝奶奶吧 安安 我再問你一次 如果你肚子餓的話 就比一 如果你想睡覺的話 就比二 你想睡覺還是想喝奶 他說餓耶 好 我們再回去睡覺 好 現在恩恩呢 要來挑戰紅睡 你還看添添嗎 這個這麼認真照顧你 安安 朝下 對 他很乖 來 你看 這樣子四角朝天 他在學你耶 他在學你四角朝天 他在學你四角朝天 他手也舉很高 躺下來 推倒 我 哥哥做得很好喔 那很很快 很很快嗎 很很快嗎 安安不要一心二意喔 要吃飯就專精吃飯 不要一邊吃飯就玩 有 聽起來好像是 他媽平常會念恩恩的事情 真的很多喔 對啊 寶寶乖 乖乖睡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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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自己喝 大蝦要你餵他 要逃走了怎麼辦 要逃走了寶寶 要逃走了寶寶 要回來喝奶 現在是強迫喝奶 好了好了 沒關係 我不想喝就算了 沒關係 他要逃走了 他也喝很多奶 對 安安現在想做什麼 1 睡覺 2 要跟哥哥玩 1 他很開心耶 他說1耶 他說1 好 1 1 1 對 站起來了耶 哥哥直接把他的抱枕拿走 有 他站起來了 很棒 喔 跌倒了 很棒很棒 你做得很好 你好棒 好可愛喔 欸 一隻會罷了 欸 哥哥 欸 好可愛喔 阿翹 你要1睡覺還是2隻哥哥玩 他說 我聽到了 我們去玩吧 跟哥哥玩 哥哥很開心得得到他想要的茶餐 三次抱去外面 為什麼是放裡面啊 欸 很危險欸 我怎麼覺得呢 怎麼就是 哥哥的玩具 到這兒了 到這兒了 阿阿你還要玩嗎 蛤 是你竟然懂他的意思了嗎 他還要玩 他還要玩 阿阿來到這兒了 到這兒了 好重喔 我覺得他下來會哭 他喜歡做那種 等一下 現在呢 安爸在修理這台車 因為剛剛 這車實在太吵了 現在進場維修 這位乘客請稍等一下 3 2 1 安安 關注國內行動 發動 你怎麼把頭飛起來 安安 公車已到達 房間站 在推走 安安請下車 玩 我不要下車 好可愛喔 他想要繼續玩耶 安安公車 到達 房間 客廳站 手抓很緊耶 不是啊 他今天要坐在裡面了 可是他這樣說著他腿會舒服嗎 他腿會舒服嗎 他腿抓好緊耶 真的 我不要下 哥哥很辛苦 他腿會舒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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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弄一台大台的給你坐 叫爸爸推 我們給大家來看看安安的顏色 他在數到一個我想睡覺 可是他又不想吃 那怎麼辦 他眼睛閉起來了 不是 他眼睛閉起來了 我不要再不要再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 他在門外頭 他睡著了 自己這樣就也在睡著睡著 好厲害 你看他睡著這樣 他要收緊到在床上 直接倒在床上嗎 嗯 哥哥加油 輕輕的 加油哥哥 他睡著了 他睡著了 QQ 做好了 我們去玩吧 他起來了 你有覺得照顧寶寶很辛苦嗎 有 那現在的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我好累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想想 所以你自己先幫我推一下 好 我要去睡覺了 不行 欸 昨天跑掉 那留下弟弟怎麼辦 弟弟 弟弟哭了咧 你看弟弟真的流眼淚了 安安 好酷 已經剩下一個倒地的哥哥 現在是玩小孩的時候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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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到自己都倒在那邊 剩一隻手 安安 十年後的你看到這支影片 記得感謝你的哥哥 知道嗎 安哥這頭髮病腳都濕了 你看他真的推的很辛苦 我不管怎樣抓一直陪著弟弟 不然弟弟 遇到什麼危險 我都會去救他 你的意思是他會被壞人抓走嗎 對 不然就是被狗狗 狗狗捉了一下 就算我有生命危險 我還是要把他救出來 喔 你要怎麼救他 下學期我去學跆拳道 真的喔 所以為了保護弟弟 你要開始學武術了嗎 他的眼神又開始關山 他又快要睡著了 他睡著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累趴了 等我累趴了以後 攝影師要幫忙貼板 倒下去了 安安的腳呢 就縮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哥哥呢 就倒在那邊 怎麼辦呢 有人要救弟弟跟恩恩嗎 我們要救他的 弟弟喜歡那種縮在裡面的感覺 好啦 恩恩很努力的把弟弟哄睡了 同時完成了陪完哄睡跟餵奶的任務啦 那你喜歡這樣照顧弟弟嗎 不喜歡啊 為什麼 因為很累 很累 可是媽媽每天都這樣照顧弟弟跟你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子被照顧到現在的耶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弟弟從一開始 只會躺著哭 到會爬會走路 現在快要滿一歲了 你也當了快一年的哥哥了耶 恩恩寶寶 你的奶 好啦 恩恩你很棒 辛苦你了 你看弟弟的嘴巴 還在洗 好可愛 好可愛 不要動 好啦 那你們兩個都先睡個覺吧 好啦 兩個小傢伙睡醒了 弟弟又被拎走了 裝回袋子裡 你們要去哪啊 去洗澡啊 好 現在要來洗澡了 你知道要怎麼檢查水溫嗎 就是你不會燙才可以放弟弟進去 所以你覺得可以了嗎 好 弟弟已經等不及了 這邊是弟弟的所有玩具 好 可以了嗎 慢慢的慢慢的 對 吹胖胖讓弟弟開心 嗯 好多喔 來幫你洗洗澡 對啊 來幫他沖貝貝 對 這快睡滿腳了 等一下 先幫他裡面加一點肥皂 之後我們在頂戴按完身上 好玩嗎 這個今天很認真照顧你 你要出去囉 嗯 好啦 哥哥辛苦了 好 掰掰 我幫他換你 好 那你把他推去房間吧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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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好像也習慣哥哥這樣玩他了 嗨 你開心嗎 雖然哥哥照顧你的方式 你不一定很喜歡 但是哥哥很愛你 你知道嗎 好啦 恩恩今天很棒 謝謝你今天努力的照顧弟弟啦 你也辛苦了 今天照顧弟弟算成功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恩恩 記得按訂閱恩恩老師 然後大家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按讚訂閱我們喔 你們的留言 我跟媽媽都會看 大家掰掰